新泥新豬肉 第一次來的王永強 這個叫鴨腳包 這個是文化廳其中一個很出色的食品 有一件事你們要清楚一下 鴨腳包不和鴨腳窄 鴨腳窄是用什麼呢 通常是冬菇 鴨腳窄不和鴨腳窄 鴨腳窄加半肥瘦豬肉 加一件魚肚 用腐皮包著去蒸 鴨腳包裏面有雞腿 有芋頭條 有燒腩肉 外面用什麼包呢 厲害了 用鴨腸肝來包 鴨腸肝不是經常在地方都賣 要留起來才有 鴨腸肝的好處就是 很香 鴨起來也很鴨 比用新鮮的鴨腸好 老實說 我小時候已經認識這些東西 因為以前的燒腊肝是有的 有 但包得很麻煩 這樣鴨幾夜就算了 那些斬料的地方 現在酒店級 這個還要是五星級酒店 那些鴨腸肝也很漂亮 而且裡面的鴨腸肝很綺麗 就是分均勻 分均勻 分均勻 放些什麼 鴨腸肝很均勻 而且整隻鴨腸肝沒有散 大家要注意 它沒有骨 除了那條主骨 它沒有用鴨腸部分 用鴨腸肝 就像是鴨腸肝 其實是沒有鴨腸肝 挺惹味 OK 送威士忌 它是怎樣鴨腸肝 一隻鴨腸肝 一隻鴨腸肝 剖兩刀 有三件 有三件 很整齊 那把刀很利 還要不散 還要帶齊工具 薩姐那些不是專業工具 可以用 但是有些精細工具 但是它的爐是專業的爐頭 爐頭不能撐 三個爐頭 你找不到哪間有這麼漂亮的廚房 有這樣的衣服 有些自己開餐館也沒有這麼漂亮的爐 不是不是 我以前認識一個商家 潮州人 包了一個私柱 做自己的家大廚 就用中式酒樓爐頭的廚房 即是就壽的師傅 不是 他喜歡吃東西 他真的 買起了一間 潮州師傅回去 做他的家廚 那你要給他設備 你功勞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那次叫我去廚房看看 開啷啷聲 那是 равно 那樣厲害 太厲害 謝謝 所以電視機 蒲石爐頭 還有.. 但我身世過有,因為我附近的蕭蠟舖 那時候收拾下欄一起扎 塞進去 一定是什麼,以前沒有規範 現在已經規範了 下一張 是你的 基哥很頑皮 我走來看看 裡面有什麼 叫我猜 就是這個狀態 叫我猜裡面有什麼 我一口就猜中了 我說海參 但以前從未試過 你沒有做過 因為我最近看報紙飲食篇 都說 找燒鵝 藏鮑魚 很久以前的事 兩三年前的事 我們香港人也試過 被班哥做出來 有燒鵝藏了牛肚 最近在廣州有間酒家 燒鵝藏了整件花膠 我不是燒鵝藏師傅 我是脫房 基哥是弄滑鵝 你真是 很安 喝杯樂 我告訴你 基嫂坐我旁邊 我負責招呼基嫂 基嫂說 從未吃過 海參 海參是有味 以前的海參真的沒有什麼味 太虛浮了 煮鮑魚配的味道 比較虛浮 當時我還沒問你 我就馬上代師傅回答 我是你徒弟 我說當然 因為他塞在海參吸了海參的味道 你老婆又不太相信 你出來就問你 你也是這樣說 證明我 還有一件武器 現在拍不到 三星蔥 爆香的三星蔥 放在海參的海參 前面 未表露出來的部分 有一堆三星蔥 我也同意基嫂說 海參很有味 神奈之筆 我經常看這些東西 睡覺都會想 我沒有做燒鵝 我教什麼呢 就弄我 弄我 如果人家釀這麼多東西 我也找回釀東西 前人做過鮑魚 牛肚 花膠 我用不起 海參 我那天 立刻拿了一條海參 浸了大概一小時 不停地煮它 我怕趕不及 因為我通常發海參 多時間發鮑魚 我就釣著火 不停煮到 遲一個小時下班 不停煮到 不停煮到 沒有開蓋 多一點水分 熱量就要保持 多一點水 對 熱量就要保持 熄火後 第二天 哇 海參有點生氣 可以 趕快 塞進去 馬上做一輪 同一時間 再換水 刮乾淨的海參 海參有沙 有腸 表面有白色的 厚 然後用刀刮 用刀刮 刮乾淨的 我差不多 來了 沒什麼餵味 就是用鮑魚汁 濃縮的 輕輕煮那條海參 因為熱的頭不能 不能進去 放手 放進去 然後用鵝尾針 穿回 原來真的可以 你老衛大衛 第一 我就這樣看都知道是海參 沒有人猜得到 我一下子就說中了 然後出來吃得很好吃 我昨天吃了 那些鵝 因為我拿了一盒回去 昨天吃了 分了兩盒給你 這樣很入味 原來我放了幾天 因為那些鵝尾還會鬆 入味 雞也不行 雞就會粗 腦過火 我也有 有一隻 其實我做了兩隻過去 怕不夠吃 你知道的 不夠吃 沒有人 又不知來幾多人 我做了兩隻 一隻夠了 你那隻拿回去 原來你們吃也有口福 這隻就沒那麼肥 我翌日那隻 同朋友吃的那隻 很肥 阿水兩公朋友吃的那隻 就肥一點 變成油膏多些 因為我要做多些功夫 要去掉它 這隻就不會失禮 好吃 好,來,下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海參 拿出來 即場找剪刀剪了十多件 大家先吃了 我可以拿回去廚房斬 剪不到 對 ok的 好,來,下一張照片 叉燒文 這隻 鹽焗雞 鹽水雞 應該是 鹽水雞 他 難怪叫我做師叔 因為他本來 因為他本來 出賽單最早是出他 他自己先報名 就是做鴨利 還有 鹽水鴨 是 不是,鹽水鴨 是 那你就告訴他 我寫兩次 撞鴨排第二 啊,接著他來的時候 他不敢拿一隻鴨來 他就避一避 阿叔叔 拿一隻雞 這次做鹽水雞 這次 你不是吃鹽水鴨嗎 看見你又有鴨 阿叔叔,你又做我 我又做鴨 這樣就換了 好吃的鹽水雞 雞腫鴨 雞腫鴨 他就說 特地選一隻漂亮雞腫 真的 走一走 他的刀工都可以 看著他 是齊齊齊的 刀工都可以 有些斬得不漂亮 那把刀不夠你 那些雞皮會藏去 就沒有那麼完整 是齊齊齊的 雞刀 好,來 下一張相片 因為真的太多食物 這是額外家的 他知道什麼呢 做這個 槽把 即是半日鮮的槽把 因為我看過張菜單 大家的廚師 都是肉類多 像Billy做藥膳牛腩 邵師傅做春菜雞 看到全張單 都是肉食 走過街市 你知道我每天都走街市 看到有三條槽把 即是新鮮槽把 都大條 長過這個 起碼都有十四五吋長 我說 買三條槽把 立刻回去 找粗鹽醃了 或者我們下午四五點才過去 醃了它 拿去 不過 要懂得吃才行 因為蠻蝦人吃 因為多骨 但是我又拿了幾件回去 對啦 那些人來聊天 誰沒有心情 吃魚 我慢慢回家 喝威士忌 一件一件慢慢慢慢 很多骨 很多骨 但已經是這麼大條 小條那些 怎麼搞呢 小條就不能吃了 沒有辦法 所以這些有根幾重的一條 走過 找些魚 自己是喜歡吃魚 對 你又喜歡吃魚 至少有兩個人捧場 一去到我就馬上加工 他說還沒開飯 我剛才說六點才開飯 你這麼早煎 待會我 如果我那時候煎 我沒有東西吃 你們喜歡吃就吃點 不喜歡吃就留下六點才吃 我就做了功夫 好 下一張照片 應該是那一碟魚 就是這個 我又沒有刮腸 又沒有刮衰 和腸一起醃 那會是金的 中施魚吃的內臟 好 再來下一張 這個是邵德龍師傅 他一早醃整隻醃 醃了才是湯 切開 還有就是 你沒有人告訴別人 那隻是什麼 蟹 那隻就是蟹 大佬看不到 不止蟹 他還有做蝦 這些是潮式的生煙方法 對 他這個蒜蓉 那些東西 是Juno幫忙幫他切的 全部即時做 切芫荽 我就說 喂 他拿了很多來 對 出了第一批之後 有些人怕不敢吃 我就說不要再開 不行了 醃了要吃 開了後要吃 結果 後來人家浪費 鑽完膏就算了 哈哈 誰拿了兩隻未斬的回去 Nelson 那他這麼聰明 他說我自小吃的東西 你不用怕我會有胃膜 我也是 所以我是這樣去吃 他又包了兩隻酒 是 下一個應該是蝦 這是蝦 這個就是蝦 蝦 蝦比較容易吃 對 他又剪了鬍子 剪了腳 是比較奇怪的 還有奇怪 邵德龍竟然做這道菜 因為他現在想發展很多菜種 他不只是做紅麵一個村菜 他說做鬍菜 又做泰國菜 不是他 他的集團 是他研發的 你不要說 他說紅麵我就打工 現在這些品牌 我要當老闆 我要有份 不是你不要叫我搞 真是很有志氣 當然 做老闆很開心 你要有份 對 你自己做好一點 因為你自己做好一點 你不要做兩次 走了去 開了當攤走了去 他還沒醃 那些醬汁 不如我自己拿一些 我自己拿回去 找些蝦都可以醃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這些醃的食物 酸酸辣辣的那些 你就對 對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